你們其實用台灣黃豆 這是我們釀醬油的 其中一個原料 做的豆漿冰淇淋 冰淇淋 今天這個是 高雄九號的黃豆冰淇淋 高雄九號 多位的九號是什麼 是一種 是一個品系的黃豆 黃豆的編號 對 黃豆的編號 這個九號的品種是 台灣主要外銷毛豆到日本的 一個主要的品種 所以它是被管制的 它就是豆奶的味道 你如果豆子好吃 釀出來的醬油一定好吃 當然 就要好的葡萄 時間給的葡萄 就對了 這豆香很重 這一支醬油 你看到詹姆斯你看 你聞鮮聞味道 這一個就是用這一個 冰淇淋的 同一支黃豆釀的醬油 而且 我要跟你說的是 它連糖都沒有加 真的嗎 它沒有加糖 來 我先給您示範 它跟一般的 你聞一下 一般的醬油 不一樣的 它的那個濃醇 是很明顯感覺得到 顏色天生的賀變 是自然發酵出來的 所以妳就知道這樣嗎 沒有 我希望你加到這個冰上面 加到冰上 這個是原湯化原食的概念 對 對 原湯化原食 你看 同一顆豆子 當它的狀態不一樣的時候 吃起來個別味道不一樣 但是加起來卻完全不違和 對 我在日本吃過那個 醬油雙淺跟味噌雙淺 肉非常好吃 是 這個有那種異曲糖果 但是詹姆斯要再給你一個 更大的驚喜 我們也用這一支黃豆發酵 就那個醬 其實加一點辣椒 就變辣椒醬了 對 這一個就是用這一支黃豆 做的辣椒醬 它加了冰 對 而且你看這個 完全沒有加蒸醇雞 加這個辣椒 來 我也不是那麼隨便的人 這真的是這樣吃嗎 加辣椒 真的 好特別 有沒有 你看 它雖然是你看 同一顆黃豆 但是它做成豆漿的味道 跟做成冰淇淋的味道 再轉換成醬油的味道 後來再轉換成辣椒醬的味道 完全不一樣 問題是加在一起 都不違和 這次我經常在做料理 因為我以前是學美術 結果才會在食材裡面 找一些比如說植母食材 比如說味噌 豆瓣醬 豆漿 豆腐 你把它加在你做的湯頭 它絕對不會 絕對 絕對好吃 對不對